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其實一直要想要做一個台灣的那個 種植林 就是農民的種植林 那我們現在慢慢發現其實 種植的話不是只有這樣把田弄土然後種種土 那會非常累 每天都在打電話 那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這不是新的 這就是一個植物學 這個Plan Gild 就是或是這個 也就是很多植物 我們就選擇之後把它種在一起 然後種在一起之後你就不用管它 它就會自己幫助自己 自己照控制蟲 自己給養分 或者自己遮蔭 甚至自己把一些不要的東西改變 那個雜草也不要 根也不要入侵 那這樣的設計 基本上目前的話台灣 當然最開始是希望說找到一個 什麼季節和是種什麼東西 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這樣不足 我們還要再找到他們之間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會想要做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植物的鎖影表 然後這植物的鎖影表 讓大家就是很容易的把植物做一個鎖影 但是做鎖影表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這個植物可以跟什麼植物種在一起 那甚至它在什麼地方 那鎖影表目前我們今天 我希望就是說可以邀請一些朋友 一起來討論 到底一個植物我們應該給它怎麼鎖影 然後可以達到植物群的那個搭配的這樣足夠的資訊 那以後我們在種植的時候就可以把它種在一起 例如像說 我們常常知道 在每周他們會把三個東西種在一起 就是南瓜 玉米 還有豆子種在一起 那南瓜 玉米 豆子在台灣的實作呢 其實一直失敗 一直失敗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 可能是品種嗎 所以沒有在地化 那所以其實這在地化非常的重要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放棄什麼季節 什麼節氣那個去種植了 因為都跑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那個改成就是 拔起來的溫度 生產的溫度 用這個東西來 然後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台灣的那種整個 溫度在什麼時間點 大概溫度整個去決定植物來種 所以大概是今天 我們目標很簡單 我想說今年度如果可以把這個 植物的索因表的這個格式 這個Meta data確認下來 我想我們就會很有機會 讓更多人幫我們建議這個植物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會很多的這種層次 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 田是用層次去種 然後這樣子的話再互相幫忙 然後養分水分控制都可以做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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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